水花消失术的诞生造就了一位跳水传奇 全红蝉的出现改变了跳水界的格局 陈玉希的阻拦让水花消失术有了竞争 跳水如燕动若脱兔 前有跳水皇后郭晶晶 后有新生代全红茶陈玉希 如今跳水界的人才出众 在比赛中都有出色的表现 但最有竞争的还是我们中国的 因为中国队有全红蝉和陈玉希坐镇 这两位中国姐妹花 是我们现役的招牌门面 也是冠军最有力的竞争者 那么在全世界人才积极的双人跳水的比赛中 全红蝉和陈玉希组合有信心争夺冠军吗 当时又会引起怎样的轰动 那么今天的这场比赛 带大家见见中国跳水姐妹的 那么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进入比赛 看看哪队组合能笑到最后 首先出场的是日本组合 2.0难度系数的201B 表现可圈可点 入水的时候水花没有太大 就是分数给的不吉利 给到了44.4分 接下来上场的是英国姐妹 同样的动作201B 这一跳的动作非常漂亮的 入水的时候几乎看不到水花 裁判也毫不犹豫地给到了48.6分 最后出场的是我们 跳水姐妹花蝉蝉和希希 看看他们的第一跳表现如何 真不愧是我们跳水见门面 整体的动作挑不出一点毛病 几乎看不到任何水花 裁判直接给到了56.4 第一轮结束 我们队第一名 英国队第三名 日本队好像还在后面 看来他们要加油了 进入第二轮 日本队首先出场 蓝度系数2.0的301B 这一跳的动作比上一跳好几 整体的动作也更加丝滑 水花剑起的也比较平整 裁判给到了46.8 接下来出场的是英国姐妹 同样的动作 看看他们的表现如何 整体的动作没有太大毛病 和上一跳的表现差不多 裁判给到了48分 最后出场的是我们中国姐妹 看看他们的第二跳表现如 简直太精彩了 整体的动作非常丝滑 特别是入水那一下 太好看了 这一跳裁判直接给到了57.6 中国姐妹花已经连续两跳 获得了接近满分的成绩 分数也是遥遥领先其他国家 这里也不得不说我们跳水姐妹的强大实力 进入第三轮 日本队率先上场 选择了难度系数2.8的405B 日本姐妹的发挥还算稳定 每一跳都有少些水滑箭筑 这一跳裁判给到了64.68 日本队的表现居然还能让观众席惊叫连连 有点不可思议 接下来出场的是英国姐妹花 选择了难度系数3.0的107B 看看他们的表现 这一跳比较可惜 入水的时候没有调整好姿态 剑齐的水滑比较大 裁判给到了70.2 最后出场的是我们姐妹花 同样的动作107B 看看我们姐妹的表现如何 这一跳的表现没有发挥好 袭袭入水的时候 剑齐太大水滑 影响了整体表现 裁判只给到了79.2 第三轮结束 我们队第一 英国队紧飞气候 小日本第五 进入第四轮 日本队先出场 选择了难度系数3.2的5253B 这一跳表现一本 对比起之前的几跳 这一跳我突然有点想象 裁判给到了这一跳74.88 接下来上场的是英国姐妹 她们选择了难度系数3.2的407C 看看表现如何 整体的表现非常一般 在空中的姿态没有调整好 入水的时候效果不好 裁判也只给到了70.08分 最后出场的是我们姐妹花 选择了同样的动作407C 看看表现如何 非常的漂亮 这一跳也惊呆的结束 特别是入水那一截 简直不要太完美 第四轮结束 我们队第一 英国队第二 日本队第三 此时我们姐妹花 已经遥遥领先第二 但只要我们队出现了失误 对手还是有机会反掏的 那么我们队会出现失误吗 我们接着看第五轮 首先出场的是日本队 选择了难度3.0的107B 我们看到他们最后一跳的表现 哎呀 这一跳跳的是啥呀 我都不好意思看 剑齐的水花比炸鱼的油还要厉害 裁判给到了54 也给了他们足够的面 接下来上场的是英国姐妹 他们选择了难度3.2的5253B 看得出来 他们要为最后一跳拼一拼 这一跳还不错 整体的表现发挥还算稳顿 这一跳裁判给到了74.88 最后出场的是我们姐妹花 他们选择了和英国姐妹同样的动 看看这万众瞩目的最后一跳 太漂亮了 无愧是我们中国跳水最强 这一跳也引起了现场的热烈慌慌 裁判也毫不犹豫的给到了高分91.2 最后总分数369.84 遥遥领先其他国家 最后也不得不敢叛我们中国跳水界的传奇 他们真是我们祖国的骄傲 好大 太棒了 又是尽完美的一跳呢 天哪 这个分数打出来应该是要全部十分了 通过漫妆王回放 也没有什么可扣分的地方 这就是教科书般的水准 别眨眼 陈红禅选择的20CC动作 再一次上演数滑消失数 获得满分 连几树员也连连称赞 称这是无懈可击完美的一跳 这是一场精彩绝伦 惊险刺激的比赛 全红禅与陈玉希的对决 引来了无数人的关注和期待 这场比赛 两人的实力都非常强大 都充满了刺信与斗志 全场的气氛已愈发紧张 现场的观众们都屏住呼吸 静观两人的动作 随着比赛的开始 全红禅和陈玉希先后进行了 多个相同难度的跳水动作 在水中留下美妙的弧线和水花 两人的表现几乎不相上下 谁都无法保证自己能够秒杀对手 那么究竟谁在比赛中获胜呢 首先出场的是全红禅 他第一跳选择了难度系数3.0的107B 哇好的 全红禅今天的状态非常稳定 发挥也非常出色 他的起跳动作非常轻盈 而且他在入水的时候也控制得十分到位 这一跳获得了76.50分 随后轮到陈玉希的第一次跳 他也选择了和全红禅一样的动作 他的助跑动作有些冲动 但在跳起后 他及时地控制了神体在空中 只是在入水时稍微有些偏差 最终 陈玉希在这一跳获得了72分 第一轮比赛结束后 全红禅排名第一 而陈玉希次位列第四 眼看全红禅在第一跳 就开了个好头 粉丝们心里踏实了一些 由于在预赛中 陈玉希远超越了全红禅蛋 所以大家的心还在悬挂着 这次世锦赛全红禅是否又无缘冠军 毕竟人家陈玉希是世锦赛的三连冠牙 我们继续往下看 全红禅即将进行第二跳动作 他选择难度系数为3.2 407Z动作 在全红禅的第二跳中 他再次完成了完美的水花消失数 这个动作实在太漂亮了 连裁判人都说 即使在慢动作下看 也很难找到任何瑕疵 裁判新人地给全红禅打了91.20的高分 接下来是陈玉希的表演 他也选择了407C 陈玉希的表现同样出色 陈玉希以往世锦赛三连冠的实力 完成了这个动作 本格表现仍旧很轻松自如 尽管得分稍微低了一些 也有86.4分 但是他还是追至第二名 第二轮比赛结束后 全红禅仍保持着第一的位置 而陈玉希所追至第二车仰下来 这次的决赛又是全红禅与陈玉希的顶峰之战 金银包揽纳是次然 其他国外选手很显然对金牌银牌不感兴趣 都是冲着同牌而来的 让我们来看看 全红禅的第三跳动作 这一次 他选择了难度系数为3.2的 6243D动作 哇 太漂亮了 今天全红禅的状态 可谓是达到了巅峰 无论是在空中起跳 还是在入水时的表现都让人瞩目 他的第三跳到了84.8分 令人踏没观尺 紧接着 轮到陈玉希出场了 他选择了难度系数为3.3的626C动作 这与全红禅的第三跳不同的动作 难度系统稍高 由于全红禅的第三跳表现也极为精彩 成功激发了陈玉希的争胜欲望 观众们看得入神 他的第三跳出水时的形态非常完美 让人印象深刻 陈玉希从推台到入水的动作流畅刺辱 也没有出现一点瑕疵 经过裁判的打分 陈玉希这一跳获得了94.05的高分 成为全场最高得分 经过三轮的比拼 全红禅还是位列第一 而陈玉希仅随系后 在第二的位置上 两人分数相差仅0.05分 第四轮比赛的结果将会决定他们的最终名次 让人格外期待 他们都选择207C动作 这个207C动作全红禅曾输过而失去金牌 也曾获得过满分得冠 所以这一跳将只决定冠亚军的决战 究竟谁能赢得这一跳 我们拭目以待 率先登场的是全红禅 解说员也被全红禅的完美一跳征服了 这一跳表现极瞎 可称为教科书奇的水平 又是7个裁判4个10分 最终裁判给出全场最高分为97.35分 而我们来看陈玉希的第二跳 她的表现如何 她的起跳高度很足 但是入水位置略微偏了一点 这一跳最终得分为84.15分 让她在比赛中排名第二 而这一跳 全红禅的完美表现 让她进一步扩大了领先优势 拉开了陈玉希十多分的距底 被分为349.85分 陈玉希的总得分是336分 目前排名第二 比赛到此还没结束 吃了定心蛮的全红禅 还是不敢有半点松解 还要继续跳号最后的第五跳 她选择了难度系数3.2的5253B 将完美进行到底 全红禅今天 这应该算是一场表演赛啊 很漂亮 今天全红禅表现极瞎 就像且书员所说的那样 完美发挥到底 她最后一跳获得了86分 非常出色 接下来是陈玉希的最后一跳 她选择了与全红禅相同的动作 而且状态也更好 虽然要赶上全红禅是武力回天了 但陈玉希还是表现出了最好的水平 她的整套动作非常流差 这一跳获得了91.2分 最终 全红禅凭借完美的表现 一436.25分的总得分 获得了本次世锦赛的冠军 同时 也率先实现了她跳水生涯大满贯 成为继陈若霖的最年薪的大满贯 全红禅果然是一位世界起的选手 世界第一 国内第二 真的是名度虚传的 没有辜负周继红 陈若霖这时也抱着全红禅笑 不禁禅以兴奋地忙着被禅宝拍照 让我们为全红禅的夺冠点赞 相信现在只要一提及跳水 大家率先想到的 就是霸占精英奖牌的全红禅和陈玉希 这两位在跳水界 可以说是高手中的高手 尤其是全红禅 当下最是炙手可热 一直都是夺冠的热门选手 但在下面的这场比赛中 全红禅不仅连前三栋没计 甚至还被陈玉希狂甩将近54分 那么比赛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下面就跟随小编的解说 让我们一起回到这场精彩绝轮的比赛 本次比赛共有五轮 我们先来看第一轮 本轮他们选择的动作都一样 是难度3.0的107B 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率先出场的是芦维 难度希是3.0 啊 不错 空中姿态优美 入水也没啥大毛病 拿到了76.5分 第二位出场的是人希 不错 嗯 两人实力不分赏下 也拿到了76.5分 下面出场的是陈玉希 她是本次夺冠最大的热门选手 一起来看她能完成到什么程度 哦 入水还是不错 但是退台有点太多了 虽然出现了一点小失误 但整体无伤大雅 也拿到了76.5分 最后一起来看看 湛江黑马拳红蝉的表现 不错 看来面对这三位世界冠军 我们的蝉宝宝心里还是有点压力的 仅仅只拿到了72分 一轮过后 陈玉希 卢维 元希并脸第一 全红蝉解随其后 我们再来看第二轮 本轮他们选择的动作依旧一样 都是难度3.2的407C 出场顺序不变 仍然是卢维打头阵 还不错 虽然他的这个翻筒有一点点往下掉 没有完全的蹬起来 但是我们看到他打开入水 现在处理的还是非常好的 不愧是世界冠军 即使出现了失误 也能凭借自己的经验挽回军面 达到了81.6分 下面出场的诗仁希 非常合理他的动作 相信解说已经告诉我们达案了 这是很高质量的一跳 裁判给出了84.6分 紧接着陈玉希出场 看看同样的动作 他做出来会有什么不同 如果说前两位是高手的话 那么这位就是大神 不仅能高质量的完成这一跳 还给大家演绎了什么是水花消失数 就连有效分都是清一色的九分 最后拿到了86.4的高分 一下就将压力甩到了全红缠身上 那么他能否扛住压力稳定发挥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真是太可惜了 他这一跳出现了重大失误 路舍时角度没有控制好 以至于水花惨不忍睹 仅仅只拿到了64分 两轮过后 陈玉希霸占榜首 任希和卢维锦随其后 而全红缠由于失误 台明则直接跌至第十 那么他还会有反击的机会吗 我们接着来看第三轮 第三跳卢维选择了626C的动作 碧莉向后翻腾三周报夕 难度系数3.3 好的 算是稳定发挥吧 拿到了79.2分 紧接着出场的任希选择了207C 向后翻腾三周半报夕 难度系数3.3 真是太遗憾了 从起跳就没准备好 以至于入水再现菲律宾诈于场面 裁判仅仅只给出59.4分 但愿随后出场的两位不会受到影响吧 此时轮到陈玉希做第三跳 他选择的动作是难度3.3的626C 碧莉向后翻腾三周报夕 非常好 相信解说已经告诉我们达烂了 凭借完美的发挥 再一次拿到了89.1的超高分 不得不说 陈玉希的实力真是太强了 最后出场的全红禅向207C发起了冲击 元希的207C连60分都没拿到 那么全红禅能完成到什么程度 一起来期待一下 好在没有受到影响 稳定发挥拿到了79.2分 三轮结束 陈玉希依旧稳居榜守 而全红禅则慢慢追至第七 我们再来看第四轮 率先出场的芦维 也向207C发起了挑战 一起来看他有怎样的表现 好家伙 跳完之后解说都被惊讶到了 看来这是很高质量的一跳 果不其然 裁判给出了87.45分 元希第四跳选择的动作 十六二四三地 碧莉向后搬腾两周转体一周半 难度系数3.2 整套动作一气合成 水花也控住的恰到好处 拿到了86.4分 下面轮到排在第一个陈玉希出场 看看他的207C会不会 给我们带来惊喜 无论是空中还是入水 都完美的无可挑剔 再次拿到了89.1的高分 那么全红禅的六二四三地 会不会比人希的惊艳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虽然并不是很惊艳 但也拿到了相对理想的76.8分 四轮结束 前两名不变 全红禅也成功追到了第五 但是总分落后陈玉希49分还多 看来是无缘第一的争夺战了 那么他还能否冲进前三呢 带着这样的悬念 一起来看最后的决胜区 最后一跳四人选择的动作一样 都是难度3.2的5253B 向后攀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 率先出场的是芦维 明显可以看出 入手时水花并没处理好 最后拿到了73.6分 再来看看任希的最后一跳 漂亮漂亮 跳完之后解说都沸腾了 相信分数不会太低 果不其然 裁判给出了86.4的高分 那么陈玉希这位大神 同样的动作能完成到什么程度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倒得稍微远了一点 虽然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失误 但还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也拿到了81.6的高分 此时压轴出场的全红蝉 肯定太山压顶 毕竟前两位发挥的那么完美 但愿他能否扛住压力吧 飘的时候有一点点顶死了 就是直上直下 相信解说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 这一跳仅仅只拿到了76.8分 最终比赛结束 陈玉希以422.7分获得第一 无为贺人希分别拿到了第二和第三 板关全红蝉 不但没能进前三 还被陈玉希狂甩将近54分 但是初次参加大赛 并且对手还是几位世界冠军级别的 能有这样的成绩已经很不错了 那么这样的排名 是不是你心中理想的排名呢 全红蝉陈玉希最牛一战 17个十分完美夺冠 创纪录家务连贯吊打对手 当这对小巧玲珑的最强双人组出现在赛场 外国选手就知道这次的金牌又保不住 要知道自从2022年市井赛 全红蝉和陈玉希首次开始搭档后 从未尝过败季 两人一共参加了五次大赛 全部夺冠 全红蝉和陈玉希都是罕见的天才选手 单人使米台跳水翼 都有超过440分的成绩 其中全红蝉保持了466.2分的世界纪录 这对组合堪称绝带双胶 完全吊打所有对手 两人在世界大赛 就是无敌的存在 只要参赛基本上稳拿冠军 是外国组合难以愉悦的天界 可谓是能带给所有外国选手 噩梦的超级组合 手轮都是规定动作201比 向后翻腾半周躯体 难度系数2.0 率先出场的是德国盾 明显左边的打开有点过躁 导致水花压的并不理想 裁判只给出47.4分 接下来出场的是英国队 一起来看有什么不同 跟上一组相比 水花效果显而易见 整体完成的还算可以 拿到了48.6分 亚洲出场的就是咱们的王炸组合 看看同样的动作 我们的梦之队能完成到什么程度 瞧瞧 这就是中国队的实力 两人就跟照镜子是 超高的同步率直接震惊外国解说 更是彻底征服现场五位裁判 拿到了满分的成绩 首轮过后 中国队由58.2分霸占榜首 其他两队处于中间位置 我们接着来看第二轮 本轮依旧是规定动作 都是难度2.0的301臂 反身翻腾半周躯体 出场顺序不避 依旧是德国队打头阵 水花明显比上一跳 有处理的好 算是他们的稳定发挥吧 拿到了49.2分 再来看看英国队的表现 右边的水花处理的 没有左边的跳了 但整体无伤大雅 拿到了相对不错的46.2分 但即便如此 在中国跳水队面前 还是难登大雅之堂 不信你们看 太完美了 两人不但从起跳到入水 连下落速度都很是一致 两位教练也对他们的表现 给予了肯定 再一次征服四位裁判 拿到了57的超高分 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两轮过后 中国队依旧排在第一 并且领先第二名十多分 紧接着第三轮开始 德国队第三跳的动作是407C 向内翻腾三周板暴戏 难度系数3.2 一塌糊涂 然毫无默契 同步性基本为零 金金只拿到68.16分 接下来出场的是英国队 他们选择的动作是 难度3.0的107比 向前翻腾三周板躯体 解说直呼beautiful 让小编看看成绩 到底是怎么个beautiful法 妈呀 这不是才70.2分 真是没见过势力 下面就睁大眼睛好好看看 王炸组合是如何上演水花消失数 薄无疑问 这又是教科书级别的一跳 拿到了目前全场最高分81分 三文结束 中国队雷打不动 其他两队紧随其好 但即便如此 还是落后中国队30多分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 比赛已经彻底失去学命 接下来我们的王炸组合 可以尽情享受比赛 德国队第四跳 也向107比发起了冲击 让我们拭目以待 水花大的离谱 就连他们的教练 都露出了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裁判也是不忍直视 只可以出63.9分 下面出场的两组动作一样 都是难度3.2的407C 下面翻腾三周板爆息 先来看看英国队的表现 还算不错吧 拿到了72分 本以为他们的表现已经算好的了 没想到中国队再次强势答案 仍然即使在空中转成了风火轮 也丝毫不影响水花消失数的表现 裁判看得也是心服口服 再次打出5个满分 这一跳拿到91.2分 这样的成绩对外博选手来说 根本就是渴望而不可求 斯文结束 中国队已经将领先优势 扩大到了50分海度 金牌胜券在乌 接下来就是英国队和德国队的银牌争夥展 让我们一起进最后的决胜区 最后一跳都是规定动作5253D 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板 南部系数3.2 先来看看德国队的表现 对他们来说 这算是本场最佳一跳吧 以73.92分结束了他们的敌赛 再来看看英国队的5253B 罪的姐妹花也是越胆越 这一跳可以说是超场发挥 拿到了79.68分 成功将银牌紧紧攥在手里 完成后两人也是激动地跟教练相应庆祝 毕竟有全红禅和陈宇希两位 仿佛自带跳水破解气的选手在场 收获银牌也是一个非常喜人的场景 博士吹牛 下面就一起见证中国队的夺冠高人场面 好家伙 这从侧面看 简直就是单人在跳水 不知道的还以为中间放了一面镜子 两位教练都恨不得同 看得拍手称赞 外国解说穷到只会说beautiful 裁判更是毫不吝啬地再次给出91.2的高分 其中有三位再次给到了满分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全场两人共拿到了17个10分 最终以378.6分的高分断层式夺冠 吊打所有对手 有些人可能还不清楚 这次聚分的成色 不说和对手比 就连亚军组合连一个9.0分都没 而我们的王炸组合 居然拿了将近一半的满分 早已是独一档的存在 即便是孟之队那边 三米版的金牌组合 陈一文和昌雅瑜 也是一个十分都没有 当然这没有可比弃 只是想说全红禅和陈玉希的这五跳 当得起一切赞于 可想而知 两位付出了多少努力 将记忆和默契度提高到了登峰造极之际 可预见的未来 他们的对手都只有自己 那么你们认为这样的说法正确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